第七百一十六集 方平刚想问问 下一刻方平陡然眼前一黑 接着就发现自己往外飘了 前辈 我还没探索宫殿 不 还没拜见真言呢 前辈 您是绝天境对吗 人类需要你 华姑需要你 您跟我一起出去吧 前辈 方平刚喊了一声 忽然 发现无法说话了 顿时气急败坏 啥意思呀 可现在在往外飞 显然要赶人了 方平无奈至极 就这么赶我走了 我跪到现在 就给我一篇 听都听不懂的功法 好意思吗 方平咬牙 发现自己好像还能动他 也不废话 手中一个大瓶子出现 身体上陡然传来一股 巨大无比的犀利 周围的能量迅速聚合过来 方平拿起瓶子就捞 捞了一瓶 再次出现一个瓶子 继续捞 后方 老王几人此刻也飘了出来 几人看到方平的动作 也是干脆直接 身体陡然传出犀利 周围能量纷纷涌入体内 李寒松几人嘴巴 都往外冒能量了 却是不肯罢休 这里液化的能量好多 现在人家要赶人了 不惜就没机会了 就在几人狂吸的时候 那股抛扔之力 陡然变大 几人如同闪电 一眨眼被丢得看不到人影了 直到几人被丢了出去 天宫大殿中 一道若隐若现的身影 出现在大殿台阶上 吸 吸武 一声甘涩无比的声音 缓缓传出 虚幻的人影 视线忽然投向下方 下方出现了不少黑漆漆的坑洞 看看空中稀薄的能量 再看看河流中有些稀薄的能量 区幻的人影微微摇头 视线投向方平几人被丢出的方向 传出一声 不知是笑 还是哭的沙哑声 一声巨大无比的轰鸣声传出 方平几人如同水滴 从戒壁上滑落下来 其中方平撞击声最大 撞得金身都要爆裂了 为 为什么呀 方平从戒壁上滚落 有些悲哀 我又不是为了我自己 我方平要这一切 还不是为了人类 何必如此对我 不过 我们还没出去 方平心中一喜 结果 还没欢喜结束 戒壁忽然蠕动了一下 方平脑袋一下子卡了出去 好像有人硬生生把他往外塞 好羞耻啊 方平感觉没脸见人了 这已经到了戒壁了呀 这要是被陈耀祖他们看到了 自己多丢人呢 此刻的他脑袋卡在戒壁中 嘎吱嘎吱地被人往外推 虽然觉得羞耻 可方平还是想到了关键的东西 戒壁之地中 不管是人还是别的 好像无法管到外面 他想起来了 上次李寒松被人丢出来 也是撞到了戒壁上 然后自己从戒壁中出来 有限制的吗 什么限制 是无法出去 还是不愿意出去 这一刻 方平心中生起了很多念头 至于脸和地面摩擦 算了 谁在乎这个 陈耀祖几人看到 自己不承认就是了 大不了送点不灭物质 贿赂一下 刚想着 方平眼神一变 前方战道口 陈耀祖几人拦住了战道口 正抱贺连连 厮杀不断 一声巨响传出 一道人影倒飞而出 撞击在了戒壁上 而戒壁瞬间反击 一下子又将对方击飞了出去 人还在办公 血液已经变洒平台 玄火 方平听到老玉的 凄厉吼声 带着浓浓的担忧 我 我去 半空中 那道人影 话声虚弱 口中血液不断喷射 含糊道 我 我 我 不 不爱 说着无碍 却是口中 大片大片的血液涌出 夹杂着一些内脏碎片 陈家在这儿 总共有六人 两位酒品 两位八品 两位七品 这人就是其中一位七品镜舞者 方平之前也没在意 没想到居然是老玉的儿子 哈哈哈哈 陈耀祖 今日你们必死 话音一落 又一位七品舞者倒飞而出 这下子 直接撞中了刚伸出脑袋的李寒松 至于方平 还在下面呢 李寒松也是差点吐血 我这才出来 就被撞了 关键还是屁股撞的我 正想说话 下方方平精神力动了一下 一边往外爬 一边朝他摇头 站到口那边看不见他们这边 方平到现在还收敛了气息呢 之前铁头没收敛 这时候方平也急忙加上了这家伙 刚刚这家伙就一个脑袋叹了出来 希望没被感应到 风九成来了 他听出了风九成的声音 这家伙上次在网站之地可是嚣张得很 结果被老张打断了手臂的 建臣家那位七品也看到了他们 好像想说话 方平马上精神力探出 连忙摇头 这家伙一点默契都没 都用精神力打你了 你还要叫 方平没管他 等老王和姚成军也爬了出来 精神力传音道 风九成他们来了 几人也不说话 迅速朝外爬了出来 随着他们走出 戒壁的缺口也迅速被捕上了 此刻几人往边上走了走 避开了战道方向 风九成那些家伙还在下面呢 也不用管他 至于陈耀祖几人 两位七品都受伤严重 其他几人也就陈耀祖身上 金色血液遍布 不过还死不了 方平觉得也没那么容易死 陈耀祖这老头子 一人站在最前方 就在战道口内 够凶猛呢 之前还真没看出来 几人避开了那个方向 老玉好像也察觉到了什么 侧头余光看了一眼 结果愣了一下 差点被下方的一只金色巨拳轰重 出来了 不 不是出来的问题 是气息呢 这几个家伙 若不是刚刚他感觉到有些不对劲 都不知道人出来了 老玉尽管有些茫然 可此刻也不是打招呼的时候 见他们几人避到了一边 他也没说什么 几个才七品镜的舞者 就算此刻出手 又能如何 他的面前 陈耀祖没时间往后看 抱后连连操控着一柄神兵长剑 不断和下方的封九城几人厮杀 这四位九品镜 其中两人有九品神兵 两人有八品神兵 比以前更强大了 以前 这些人中也就封九城有九品神兵的 其他人连神兵都没 陈耀祖此刻很是悲观和无奈 他之前想着自己实力恢复 隐藏实力之下 突然爆发 大不了和封九城同归于尽 可谁知道 另外一位神将 居然也有九品神兵 如此一来 他就不能死了 起码不能现在死 要不然 小七不会是三位九品的对手 尤其是其中一位 还持有九品神兵 小七也才拿着八品神兵而已 这样的变故 打乱了陈耀祖的计划 怎么办 后方 几人退到了一边 李寒松精神力传音询问了一句 方平则是感应了一阵 传音道 四位九品 太多了 没办法了 只能用老张的水晶书了 这地方好 就在战道内 只要把他们积到两侧 他们就完蛋了 可水晶书一用 老张实力会受损的 不到万不得已 方平不太想用这个 这是老张的精神力分化体 用了 那相当于永久切割了老张的一部分精神力 其他三人也是皱眉 绝颠战力受损 有时候比干掉九品要重要的多 老张实力强大 可毕竟底蕴不太足 这才突破没多少年 一旦用了 李寒松传音道 那就我上 我拖着他们 一起掉入空间裂缝中 得了吧 你一出去 就被打飞了 还轮得到你拖他们 方平不理他 陈吟了片刻 开口道 要不还是当后勤 让陈家几位前辈 敞开了用不灭物质战斗 用不灭物质 实力会强大一击 这里无法恢复不灭物质 风九成他们也消耗不少 持续下去 他们也会被耗死 人家不会跑吗 那得看演技了 方平精神力叹息 陈家这几个老实人 不会演戏呀 这要是老吴他们在 方平觉得 坑死风九成几人 没问题的 可陈耀祖看起来那么老实 会演戏吗 会装出重伤垂死 快要嗝屁的状态吗 钓鱼 那得藏住鱼钩才行 你要是演戏不给力 露出了破绽 那可不行的 舞者交手 往往还得看 谁演得好才行 如果陈耀祖演技在线 那引诱的风九成 他们愈先愈死愈霸不能 非要干掉他们为止 耗空了能量 耗空了不灭物质 到时候 方平和李寒松 还是可以出去和九品一战的 两人金身不弱 之前方平可是提升了不少的 李寒松更牛 他有神开在身 一旦这些人消耗巨大 未必就能锤死的 到时候再带着几人往裂缝跑 搞不好李寒松真能干掉九品 这样一来 水晶书就可以省下来了 演戒 几人纷纷看向战道口的几位陈家人 露出优色 未必会啊 这几个老实人 演戏本事不够 那就未必能留下风九成了 老王想了想 还是试试吧 如果实在不行 那也要留下这几个人 动用了就动用了 干掉四位九品 还有风王的嫡子 部长也不会觉得不划算的 绝颠不能出手 精神力分化体 那也不是说有就有的 一味绝颠切割一次 那就是自身战力受损 如果有绝颠愿意天天这么干 地窟能做到 天天拿九品来给你杀 你有本事就切割十次八次的 到时候死的就是绝颠了 用十几二十几个九品的生命 换击杀绝颠的机会 地窟真王大概都能笑风 一个外遇换一味绝颠 外遇没灭完 人类绝颠就死完了 那就试试吧 方平也没办法 现在只能看陈耀祖的演技了 下一刻 方平精神力探出 朝陈耀祖探去 陈耀祖正在厮杀中 感受到后方的精神力触摸 没有开口 继续保持厮杀状态 不过下一秒 陈耀祖有些波动了 前辈 您会演戏吗 方平的话音在他耳边响起 陈耀祖差点出现了失误 什么情况 演戏 我这边 刚刚在玄德洞天 捡了上千元的不灭物质 您老用不灭物质战斗 我可以 等您消耗完了 帮您补充 争杀了风九成他们 不过 您表现得太厉害 他们可能会退走 所以 需要您配合一下 装出鱼紫网坡的样子 用不灭物质 那也是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耗空了他们的精神力和不灭物质 方平旭说了一下自己的计划 只要陈耀祖能和他们打得双方都无力了 那时候就如当初在天南了 他方平就可以现身 当一回救世主了 杀敌那也是要有策略的 陈耀祖虽然有些意外 他又捡到了不灭物质 为什么说又 陈耀祖没在身上 可动不动就有不灭物质赠送 还是让人意外的 还有 这几个小子居然没死 而且居然从里面出来了 演戏 演戏是吧 下一刻 陈耀祖陡然抱贺一声 击力道 尽是老夫就算死 要带你们一起上路 话落 身上金光大盛 前方的长剑陡然爆发出灿烂的金芒 风九成不经反省 大笑道 出位 上 陈耀祖到了山穷水尽的时候了 居然开始爆发不灭物质战斗了 强弩之末 小七 拼了 爆发破灭之力 老玉文言也是面露狠色 他没听到方平的传音 可二祖既然说拼了 那就拼了 下一刻 老玉也爆发出了强大的破灭之力 两人不再干手着战道口 而是一路向下杀去 德荣 德明 爆发破灭之力 陈耀祖再次吼了一声 两位八品镜强者 也是二话不说 爆发了起来 四位强者爆发不灭物质战斗 实力顿时涨了一截 杀得风九成几人 不断退后 方平看到这一幕 有些感慨 陈耀祖挺相信自己的呀 这就是人格魅力呀 陈耀祖就不怕自己忽悠他的 这要是没有不灭物质补充 这么厮杀下去 他可是真会完蛋的 没在管那边 双方暂时分不出胜负 对号的话 也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 方平看了一眼自己的面板 财富 一亿七千两百万点 气血 两万卡 上限 两万一千两百卡 精神 一千八百赫 上限 两千三百二十赫 能量屏障 一点一分钟 加三 一千点一分钟 破灭之力 脆骨 储空间 气息模拟 没有变化 财富只比进来的时候 少了一千多万 方平心中感慨 也不在意 之前给陈耀祖他们不少不灭物质 他又遮掩气息 模拟气息的 消耗不小 可别的不说 光是气血上涨了三千多卡 精神力涨了一百多赫 方平觉得 哪怕这次没任何收获 他都是赚的 可那么一会儿锻造金身 他都没达到一段的标准 居然涨了三千多卡气血 太可怕了 靠他自己修炼 没有一两个月都难 果然 冒险才能快速提升实力 这次看起来轻松 可危险绝对超乎想象 曾有绝点陨落的地方 岂是那么简单的 好东西多着呢 无数的能量液 无数的泥土 几根巨大的金属柱子 水晶环神兵 几千金能源石 加上超了藏书阁 又有一篇可能是精神力修炼功法的功法 这次真的赚爆了 这才多久啊 天刚亮呢 他来的时候都快到天亮了 一夜间收获无数 方平也不废话 凝聚出几大团不灭物质 丢给了老王几人 传阴道 恢复巅峰状态 这几个家伙刚刚走遇到 消耗都不小 更别说李寒松之前被人差点压爆的事了 至于他 他有系统回复 怕什么 几人也不废话 结果不灭物质 很快吸收消化起来 几个家伙优独播线